爱去旅行外境小组 拿着已经订好的火车票 决定准时搭乘 下午四点半 由台南、高雄、屏东、潮州到台东 由于南台湾防疫工作做得很安稳 让人心里很安定 我们出发咯 几乎没什么人的台南火车站 按着标准程序实行着防疫措施 让人对台湾的防疫充满信心 我觉得台湾的防疫 虽然说现在比较严峻 但是整个来讲 就是政府的宣导 还有我们一般民众也都非常的配合 所以我对台湾的防疫 感谢非常地高兴的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 暂时的一个难关 车箱里空空荡荡 但乔乔布满Hello 你好的字样 真的可以一扫对疫情的忧心重重 到台东 如果是搭乘普悠马 大约两个多小时车程 如果是搭乘一般自强号 就大约要三个半小时 从高雄到冰洞到桃州 现在都快到冰洞了 对鸟路首相ardı 那里有什么快带 那天 将冰洞 脖子 是 脏子 我 在冰洞 一个 冰洞 油 那里有什么 FX 火车过了潮州车站 沿途就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岸风景 大自然的美好不得不赞叹 看着火车时刻显示表 快到台东火车站咯 前往台东强烈推荐搭乘铁路系统 您可以抵达台东火车站后 再转往当地租车 不只轻松方便更省去往返之间的舟车劳顿 而且可以事先租车 请租车公司把车开来火车站交车呢 爱去旅行外景团队 因为已经有朋友先到台东了 所以等等会带我们去采买丰富的晚餐 因为疫情期间商家都采外带了 路德行旅国际青年旅馆台东馆 是我们住宿的旅馆 宣称是会呼吸的建筑 套房一晚收费新台币800元 下次再来台东还是会想住宿在这里 因为老板把这里定位为青年旅馆 而且房价定背包客可接受的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来台东的旅行者可以多住几天体验台东的好 这老板心胸可是宽阔啊 另外他们强调旅行这件事有的是离群所居 学着与自己相处 有的旅旧出游 有的是两人世界 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在他们引以为傲的公共空间 你可以使用厨房 阅读大量书籍 甚至想要弹钢琴 但一定要把平等尊重放在心上 没错 就像故事本的故事分享 自爱自重的言行 才能让旅行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选择这间饭店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空间感比较舒服 就是它的休息的地方 看过去有很多纸灾 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也不会这么压抑 就是我觉得这里非常好的地方 旅行之所以迷人 就在于你可以轻易到过一个地方 却始终很难看尽它的全貌 台湾是福地 善良台湾人一定很快走出疫情噩梦 台湾加油 天佑台湾 天佑全人类 美味的烟熏肉 拿来来看美 台湾处处是温暖 特别是爱去旅行外景团队的好朋友 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台东有名气 且不便宜的烟熏肉 然后还来到这家高挂两个灯笼的店 它到底卖什么呢 让你猜猜看 公布答案 披萨 你猜对了吗 据我们好朋友的分享 这披萨可是好吃到棒呢 打开天井 让建物自然呼吸 让阳光在中庭流转的旅馆 简直就像一座绿树林 让你可以自在又安心的 像在家中一样惬意 一夜好眠 第二天还有好吃的早餐 旅馆与附近早餐店家做结合 每间住房赠送50元餐券 让您自己挑选喜爱的早餐 来到台东市区 转转转的 这家五代传承手工制作的萝卜糕 就是我们的首选 我们赶快回去享用了 回到旅馆一楼空间 找个好位置 吃早餐 这里的碗盘块都有 用完自己洗干净 挥回原味 一片盎然绿意下 又可见文化生活形态的朴实 导览地图的东南西北 指引我们继续走向 你好台东的下一站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饭店 然后呢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看大概就没有都开到 但是我们 很多人都会喜欢去那个 铁花村 铁花村整排就是观光夜市 但是今天没有夜市了怎么办 我们就是看看它的美丽哦 因为它房子也盖的蛮漂亮 嗯